熱血製造最強頻度 他們說的就是 外國做二等公民 很慘的 現在香港都 挺好 挺安定繁榮 共產黨沒問題 這句就最有問題 共產黨為什麼會沒問題 我們怎樣 你們看一下每一天 都會有一些很荒誕的新聞 無論政策上 又或者食物 殺人放火 我奸淫努力 在大陸有什麼不會發生 連事由都可以假的 一個這樣的政權 一個這樣的執政黨 居然可以說沒問題 是因為這十幾年有很多人 就是給大陸那種公理主義 給你一點點錢 我生存到就算了 也都有人覺得 政府或者香港政治這些東西 很骯髒的 不關我事 其實有句說話 已經真的講到厭 講到害 政治是關每一個人的事 你在這裏生活 你在這裏長大 這個地方的政府怎麼去施政 怎麼會不關你事 我們現在也都很清楚看到 香港已經越來越少香港人 共產黨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減低我們這一個 追求我們基本做人的權利 我們自由的權利 我們去抗爭的意識 我們去抗爭的意識 等到這一個這麼貪污腐敗 專頑霸道 的政權可以千秋萬世 所以大家真的很希望大家 藉著今天六四 回想一下26年之前 那一班學生 那一班手無寸裂的平民百姓 怎樣被共產黨虐殺 大家再想一下 當年的坦克車怎樣剪過那班人民 他們那些AK47 怎樣打死那班學生 去提醒你們 提醒你們自己 共產黨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政黨 現在香港的執政 現在香港的政府 正正就是一個共產黨 如果當年 你有朋友 是怕了共產黨去移民的話 為什麼你們今時今日 對著共產黨要耀美訓練